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 视频开始之前想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游戏要干到什么程度才算是钢地呢 那还用说吗 肯定是把18彩虹全部用不做完啊 的确这已经算是钢地了 但有些人可是比钢地还要干 怎么可能啊我记得没说了什么啊 就比如说小强吧不单止要完成你说的这些 我会把每个地图的字眼都用嘛 你还真是可以的啊居然这么少 不然怎么敢说比钢地还干呢 资源都是积少程度的我可不会放过 最近小强打算先不卖红顶了 怎么突然不卖了啊之前不是好好的嘛 因为辐射高效原因红顶的成本价提高了不少 像是这个装用铸铁之前最高也就卖一万金条 你看现在都被炒到一万二一个了 而且我觉得乔本们也没必要买红顶去闯高效 那样他浪费了付出核回报完全不准正比 小强建议乔本们还是等这个阶段过去再买装备吧 毕竟现在这情况估计的太高了得不尝试 说的也是确实没必要花这个冤枉钱 现在咱们的正书也是深导45级了可以开个宝箱看咱们能得到什么配件 二友群居然开着重型枪口不错啊 现在显然有双枪口用两个位移技能 可以可以看来我今天的运气不错嘛 之前显然就显然要弄一下进阶配方的 但又舍不得无双和电力充沛这两个技能 现在好了有了这个重型枪口 显然就可以下定决心洗属性了 你是打算用轻型武器跑酷吗 没错我之前就有这个打算了 你们看这些定制配方的属性相当强悍 被水一战和连续作战这两个技能是可以叠加的 如果咱们的运气好起到最好的属性 那小强就能提升15.6%的移动速度 还有36%的免伤效果 哇塞那岂不是变成打不死的小强了 这个配方需要用到生命士气生存金石 生存元件和防御元件这四样材料 士气和金石都挺便宜的用不了多少金条 最贵的还是元件 一个二级的生存元件是要一万金条 毕竟其属性不是一次就能成的 咱们还是得买多点 一个二级的防御元件需要一万二的金条 好贵啊希望这些人不要打水票 咱们还需要环与元件的配方 前前后后加起来差不多花了三十多万金条 如果吸入好水性 想打算下一次宾去拆架看效果怎么样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记得关注哦 我是强我们下期见拜拜